你剛剛提到兩岸問題 怎麼看馬前總統這一次去中國大陸交流 會不會希望他提一宗個表 其實這個馬前總統他都是卸任的 他回去記住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當然每一個人對馬前總統前往大陸 有不同的看法跟說法 甚至對他有不同的要求 但是我認為作為一個卸任的總統 他自己心中自有定見 他該說什麼 他該做什麼 他該見什麼 那麼我覺得他自己他會有他一個明智的決定 我們樂觀其成 希望他這一次的大陸之行能夠非常的順利 而且能夠非常的好 我們就看他怎麼說 看他怎麼做就可以了 不要多做其他無謂的一個批評 或是無謂的猜測 我覺得沒有必要了 我們就看他怎麼做 但是我們更希望我們台灣有更多的年輕人 真的要到大陸去看一看 只有兩岸互相交流彼此才能夠有更多的認識 能夠做到我常說的換位思考 將心比心 這樣我們才有希望 怎麼看馬前總統的行程 其實安排了很多有關抗日戰爭的這個歷史的行程 那有人就認為說他在跟國共共同訴到抗日的這種風味 我覺得不管怎麼說 他所走的這個每個點我幾乎全部都走過了 那我們去這些點 非常重要的點 重慶 是我們抗戰以後我們從南京到這個重慶的一個陪都 就是我們站定在那邊做我們的首都的意思 那麼我們每一個他的每一個這個點 包括南京 我們南京大屠殺就抗日 抗日確確實實啊 是大家一起是我們中國人在對抗日本 在一個這麼樣一個落後沒有好好武器狀況之下 而日本人在抗在我們抗日戰爭當中 殺了我們3500萬的同胞 他這個把台灣作為殖民地50年 他殺了40萬以上的我們台灣同胞 這種抗日的歷史仇恨可以放下 但是歷史絕對不能夠忘記 他走的每一個點都是有相當意義的 我覺得非常遺憾他大概形成太緊湊了 他沒有到藤蔥 他如果到藤蔥去過更可以來了解到 當年中國遠征軍我們做些什麼事情 我是覺得有機會這些重要的點 尤其對郭敏黨而言在歷史上 那個堅苦卓決的歷史當中 那個都是我們必須要去緬懷 在必須要去紀念的地方 可是不會擔心給一種仇日的印象 什麼叫做仇日呢 我一直在強調歷史不能夠忘記 歷史忘記的話 那麼你就不會記取教訓 不能忘記歷史 你可以放下仇恨 所以去那邊你為什麼一定要仇恨兩個字呢 我是覺得這是我的看法 這樣怎麼看馬英九出訪中國 我了解馬總統出訪 他是以青年交流還有記組為主 那只要在合乎情理法的情況下 我想我們都用平常心來看待 那兩岸之間只要能夠透過交流 增進理解化解奇異 我們都很樂見 那大家也看到兩岸之間最近 不管是航電的增加 還有包括小三通的中轉等等 這些都是正向的交流 我們都正面的來看待 我必須說 這是有關於兩岸的議題 那麼事實上我們的對手 也就是民進黨 從來不會放棄操作的機會 那當然這次馬英九到大陸的訪問 當然他們一定會做操作 不過也可以看到現在非常多的 這個民調也都顯示 事實上人民對於一個抗中保台 一個這樣的對抗也感到反感跟厭煩 那希望能夠多一些兩岸交流 促進台海之間的和平 那我相信任何的政黨或者政治人物 是朝所謂的兩岸和平 台灣繁榮的這樣的方向去前進的話 我認為都可以得到選民的一個支持 我想這次馬總統他的記主之旅 其實非常清楚 那第一個他沒有去北京 第二個他也沒有馬席二會 那麼所以他已經降低 所有一些政治性的敏感性的考量 那麼我覺得這一次的馬英九到大陸的訪問 那當然他是非常特殊 就是他是以前總統的一個身份 但是我覺得用記主之旅 我覺得這也是人之常情 然後他只要沒有涉及包含官事的訪問 或者也沒有去北京 那事實上我覺得外界再給他丟紅帽子 或者是說他親中賣台 我都認為大可不必 我覺得這一點應該馬總統馬辦應該也有跟我們的特勤的系統 應該有一些協調跟討論 那麼我覺得這個部分 還是以馬前總統他的安全為最主要的考量 主席怎麼看現在馬前總統要去訪問中國 那剛才又碰到蔡英文總統要訪問美國 會不會擔心超出這個國民黨2.24錢 我們是樂見兩岸的交流 也希望透過這樣能夠讓兩岸更和平 那我相信馬總統一定會堅持中華民國的立場 也能夠對於民眾對國民黨的期待做出回應 我們祝福馬總統 這個馬總統月底要去訪問 你有什麼意見嗎 你有什麼想法 其實兩岸人民相關條例裡面 就已經有相關的規定 大家按照相關的規定來做 我們都給予症狀 我擔心 怕衝擊2024 都怕衝擊2024 政府有相關的規定 我們其實就按照政府的規定來做吧 我們要很緊張的 today 我們可以留下台 我們下次見 還是分享一些 我們下次見 你會跟我們下台 我們下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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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